大家好,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六月的爱用品 还有一些呢,也没有很多啦,需要吐槽的东西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第一个要分享的呢,就是一个卸妆的产品 就是这个,Amore Pacific的这个结盐油卸妆油 长这样的 那这个牌子如果你长期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对它一定是不陌生的 因为它几乎这个牌子就没有雷品 这个卸妆油也是就卸得很干净 而且呢,它不需要就是过多的去乳化 然后洗完之后呢,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油的那种残留啊 或者是堵塞毛孔啊什么的都没有 另外呢,就是它都可以把我的那种防水型的眼妆啊 然后什么唇膏啊,都卸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然后这个牌子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那种非常高雅的 非常好闻的那种就是高极花香调的那个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疗愈,推荐 接着还是一个Amore Pacific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喷雾 那这个是我用过的最细的 然后喷头是最大的,然后最舒服的一个喷雾 那其实我之前也用过Caudalie 然后包括我现在手里面还有一瓶Tatcha 但是我觉得这个喷头真的是不一样 我看一下能不能喷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它就是非常绵密 然后喷出来就特别的舒服 又不会说特别细小 但又不会说特别猛的那种 就是恰到好处 而且呢,还有那种润雾细无声的感觉 特别舒服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也真的是特别的疗愈 尤其是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喷上去 你会感觉整个人好像就清爽了 然后整个人被提亮唤醒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舒服 这个香味也是特别的好闻 接着是一个水 就是这个阿尔滨的健康水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那我最近的话呢 就主要是用它来湿敷 但是我不会就湿敷全脸 我主要就是集中在那个Tatcha 还有下巴的部分 还有鼻子 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功效呢 就是我觉得我的毛孔有在慢慢的闭合 倒不会说它会完全不见啊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呢 以前那种就是口张的特别大的那个毛孔 就会变小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它的功劳 它有很好的一个镇静啊 舒缓的效果 所以呢 也非常的好用 接着呢 是一个精华 那大家应该对这个牌子也不陌生 我推荐过很多次了 这个是叫Dr. Denise Gross的这个系列 C加这个Collagen的 也就是维他命C加胶原蛋白的系列 这个系列我当时就是一起买的 一个面霜 这个我也推荐过无数次了 还有就是这个精华 完全不输任何大牌 非常的好用 就是你用了它之后 你的皮肤是有一个质感上的 整个的质感上的一个提升 它有一个提拉紧致 然后让你的皮肤就是 真的就是从内而外去透光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说你可能用一些去角质的东西 然后去让这个皮肤好像有一点光泽感 不是它不会损害你的角质 但是也会就很好地去给你提亮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让整个的皮肤 砰砰砰然后水当当的一个感觉 它这个精华的整个的质地呢 就有点像小棕瓶 但是比小棕瓶还来得要厚一丢丢 但是它非常的好吸收 就是很快就可以在皮肤上吸收掉 一点都没有任何粘腻的感觉 也是这种带泵头的这种 就非常的好用 这个系列我真的是绝对的推荐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些就是很大牌的东西 如果说真的就是荷包没有那么那么厚的话 真的没有必要 就这种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接着是一个防晒 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防晒了 它就是我最近超级爱的一个底妆的组合 我觉得达到了我整个底妆史上的一个巅峰 就整个的妆效真的特别好 皮肤是非常自然透亮 但又不是像那种就是非常假的那种光 那种亮的感觉 它是那种很自然的很透的那种感觉 那首先就是这个防晒 伊利斯尔的防晒 它也是那种坦坦乳液的质地 它不是那种就是土改液的质地 它是有点坦坦乳的感觉 我在上一支的那个妆容视频里面有用到 也给大家演示过 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它会不会有 那我自己觉得我是就是混合偏干的 就我两颊其实是很干的 所以我用起来我不觉得很油 另外呢就是就这三支 真的是绝配 这个是YSL的那个 All in one glow 这个真的是配这个YSL的这个 All hours 那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说比例是2比1嘛 我自己觉得啊 如果你想啊 整个的光的那种自然发光的那种效果 达到最佳的话 2.5比1最好了 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棒 再配上这个伊利斯尔的防晒 那个妆效真的是挺完美的 可以这样说 就是非常的透亮 因为它是比较没有什么持妆力和遮瑕效果的嘛 但是呢它又非常的持妆跟遮瑕 所以呢 它们的一个搭配就非常的合适 接着呢 有一个洁面的产品 就是这个 滋生堂的这个 应该也是叛利峰姿系列的一个 抗皱洁面膏 那这个洁面膏呢 它里面是带有那种 就微小的那种磨砂的颗粒的 那我自己不会就直接往脸上涂 就会把它擦出来之后 然后搓搓搓搓搓搓把那个磨砂的颗粒尽量的融合到 整个的这个洁面乳里面 然后再往脸上擦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会直接对你的皮肤造成一些 就是刮刮 就是一些摩擦的那种感觉 就不会有什么伤害 用它洗完了就非常的舒服 脸一点都不感觉到紧绷 而且我觉得清洁的也是非常的干净的 它的味道呢 也是那种非常温和的一个香香的味道 很好闻 推荐 接着是一个眉笔 就是自身堂的 不是自身堂 植村秀的这支砍刀型的眉笔 现在我已经是自己削了 因为我也懒得就是学怎么削 因为这个笔头呢 它是比较硬的那种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耐用 基本上我就用了那么久 都不见怎么太少 像之前用过那些 Anastasia 那些美宝莲 欧莱雅那些 它都会比较软 那个头是比较软的 所以用的非常快 基本上一个月就要消耗一支吧 那这个就真的是超级耐用 而且显色度呢 我觉得也挺好的 很好画 它比较不好的一点 就是没有刷子 你还需要就自己再配一个刷子 或者再用眉笔上的其他的那个 就是刷子来刷一下 接着就是一个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的单品 就是这个NARS的这支高光 它的色号呢是叫这个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新出的高光 你看这个包装它跟之前的那个不一样 这个是比较方方正正的一个包装吧 其实真的超美的这个高光 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现在已经就碎成了渣了 但是还是依然的非常的美的一个香槟色 那其实这个我在微博上呢也有发过 我今天用到的高光也是这款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香槟金色的高光 我自己通常用粉色用的比较多啦 但是我觉得夏天的话 用这种香槟色的其实也非常的好看 那我简单的给大家试一下吧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高光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香槟金色 它的粉质真的是超级的细的 非常懦软 那我以前对NARS的一个印象 就是压盘都压的蛮紧的 然后那个粉质相对来说比较硬 这盘就完全不会 非常的懦软的一盘 所以它也比较容易碎 真的超级喜欢这个高光 接着呢是一个眼影盘 就是ZOEVA的这个南瓜盘 这一个月也是一直在用这个盘子 它的配色就非常的春夏有没有 就是那种蜜桃色 然后金棕色 橘色的那种 就很元气 包括我上一支的装饰视频用的也是它 我简单的给大家试几个颜色吧 粉质也是很懦软的 它会有一点点就是那种非粉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还好吧 这样子的 就轻轻的一滑 我刚刚就是轻轻的一滑 它的这个显色度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整个的粉质非常的细滑 还有一个是属于工具类的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Mac的刷子 它是224号 这支 其实它的头呢是属于比较长的 然后头也是比较大的一支 那我通常呢就是用它来刷鼻影 或者是呢就是用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清理的晕染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因为它的刷头够大 然后刷毛也是非常的柔软 整个的一个弧度跟长度都特别适合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两种用法 最后一个要分享的就是这个Batter London的支架油 这一支呢我真的是分享过很多次了 它的色号是叫做T with the Queen 这支支架油呢是我空瓶过的一支支架油 它之前还是黑色的盖子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银色的盖子了 就支架油能空瓶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 它是那种非常有气质的裸粉色系 也不能说粉色吧 就是裸蜜桃色系的那种感觉 平常的一些上班啊或者上学 真的用它就完全的不会过分 而且非常的凸显 一种低调的气质的感觉 很好看很显手白 还有就是我觉得它刷起来 它那个刷头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一个持久的效果 我觉得也是蛮持久的 用起来也是很顺滑 所以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也是有一个小的giveaway要送给大家 就是这个Batter London的这个支架油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当中呢去参与哦 最后还有一个爱用品 就是这个小风扇 这个小风扇真的是太实用了 在夏天 看 它就可以吹这种风 然后还可以加大一个档 就这样拿着吹化妆的时候 或者是你出门啊 比如说在地铁上或者什么 就都可以带着用 非常方便 这个月呢要吐槽一个东西就不是美妆品类的 它是这个维生素D的这个片 片剂 那我之前呢其实有跟大家推荐过 他们家的那个液体的维生素D 也是这个牌子的 它那个液体的就吃起来特别的好 然后也特别的有效 这个片剂类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片片多么的大 非常大的一片你必须要从这个中间给它弄开 还不好弄 然后才能吃得下去 另外呢它吃 如果你喝牛奶的话 你就会有那种想呕吐的感觉 就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说绝对不能配着牛奶一起吃 我觉得不方便吃 然后也吃完的那个感受也不好 所以呢就不推荐 推荐大家那个 他们家的那个液体的那个 维生素D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期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么多啦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那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关注我的B站 YouTube YouKu等美妆美食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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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